新闻呛一下 周玉寇呛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周玉寇呛新闻 今天呢是9月30号 各位今年已经过了 他有四分之三了 只剩10时12号 不过呢今天的台风呢 造成了非常多的地方呢 是放假这个 是不上班也不上课 最新的消息方面呢 是花莲县政府紧急宣布 今天呢是停班停课 这个是上午7点40分的时候 花莲县政府宣布 因为中央气象局上午7点加报 上调了风力雨量的数据 修正了中午12点到傍晚6点的风力预报 风力会增强平均风6到7级 正风9到10级 达到停止上班跟上课的标准 而我们看到呢 北北基这个是停班停课 那此外呢在没有停班停课的地方啊 据说这个是相关的单位呢 也都这个受到了相当程度的 这个是这个讨论跟攻击 那这也很奇怪啊 特别是心如的帅哥啊 这个林志坚 那当然是因为是有理由的啦 不过呢也有人开玩笑说 反正呢是这个在选举年嘛 那台风最强 台风的影响力也最大 所以能够放假就放假 免得增加麻烦 今天早上出来我们呢 这个至少在台北啊 风是有点大 据说是中午以后 我们的米塔台风刚才呢 才会说这个风雨越晚越大 暴风圈不断在增胖当中 雨量呢也在今天晚上到 明天的清晨三个地区要防大好雨 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所要谈的跟台南市政府跟呢 市议会的关系之间呢 好像也有一个台风哦 由于的是在台南 所以我们都是跟各位电话连线 幸好啊这个也没有交通的问题啊 我们的来宾呢 都可以在电话当中 跟我们做深入的讨论 就是台南市政府的这个预算 居然在台南市议会里面 跟议长和台南市议会的 民进党团之间呢 是发生了意见不合的状况 究竟情况如何 目前在台南的地方的政坛说 民进党出身的郭信良是在报仇吗 郭信良不是刚刚才接任了台南的小英的 这个选总统的后援会 那这个郭信良呢 他支持蔡英文选总统 可是他为什么要 这个 这个 来 退回台南市政府的预算呢 台南市政府预算 如果这个 遭到删除或是退回 那台南市政府的绿色执政要怎么维持他的品质呢 今天我们挺到了台南市的副市长许玉典 以及他在八点到八点半中这个时段当中 跟大家来做说明 同时八点半以后 我们要请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郭信良 以及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总招林野锦 他们是互相似对立的立场 对于这个郭信良在预算上面的看法 那要看他们之间 有没有各说出道理 让我们的选民来做一番判断 当然 郭信良跟台南市的这个地方派系的绿营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选议长的仇恨 趁机会来这个复仇呢 这也是大家所看到的一个新的方向 那请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了 在台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在周末的时候呢 香港有24个国家呢 称香港 不过在台北所发生的事情呢 却是统促长的主委波奇攻击 这个波奇攻击 那真的是触犯到了台湾的最大的禁忌 因为这个何韵诗小姐 她这个来到台湾 她是正在接受联访 所以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 这位统促党的这个所谓的主委 他呢 居然就 居然就从后面 就伸出了一只手 然后这个他叫胡志伟 胡志强的两个胡志伟大的伟 这个就攻击他 结果何韵诗一点都没有惊恶或是惊吓或是叫怒的反应 他很镇静的就在现场啊 这几乎是一个直播的画面啊 他就说这就是香港许多人每天面对的威胁跟恐吓 那我请问你这难道不是台湾所这个担心的威胁跟恐吓吗 国民党啊 也啊 这个是开始要这个谴责啊 这个暴力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后面的心态 统促党啊 背后的这个指挥者是谁啊 那这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看到了 啊 很重要的这个情况就是上个礼拜呢 在议会里面啊 这个是接受质询啊 可是因为议长 这个是许昆源的决定啊 让很多人呢 这个有反感 连台中市啊 这个的派系大佬担任过台中县议会的议长的 言清彪都不以为然 怎么可以质询的时候 用抽签限制议员的质询权 现在时代力量呢 他们要去申请最高法院的这个行政法院的假处分 那同时呢 黄杰啊 在上一个会期里面 让这个韩国瑜的自经区啊 这个受到大家注目 他一番白眼成名 他在咨询完之后 居然被韩粉包围啊 痛骂垃圾 他已经检据证据 向啊这个 警方提告 说是公然 侮辱公然毁谤 更别讲韩粉呢 他们呢 像蝗虫一样的肆虐 整个的市议会的大厅 市议会的议场 市议会的民进党团办公室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议会的议场要进去 是要有证件的 那民进党的这个 党团的办公室 冲进去的这个人 是不是有神之以法呢 这些种种都让韩国瑜的险情呢 受到很大的冲击 今天呢 这个放言呢 这个在九点以后 有一个这个民调 那这个民调公布了 即使是朱立伦 他对于韩国瑜有4% 也就是4%的这个支持度 但是呢 韩国瑜的选情 仍然是十分的困顿 他输给了 在这个放言的民调当中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民调了 就是上个礼拜 中时电子报的民调 跟这个平观点的民调是 韩国瑜达到了低点25% 可是在放言的民调当中 他大概有38左右 可是他输给蔡英文的比例 仍然是12% 更别讲在49岁以下 几乎可以说是 这个韩国瑜都是蔡英文的几分之几 那更别讲呢 在这个绿营的表态率跟支持度上面呢 韩国瑜没有办法达到7成左右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将来我们在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来请教的就是台南市的副市长 许玉典 关于预算这个被退回 又呛这个市长黄伟哲 那郭信良到底要干嘛 郭信良是在复仇吗 当事人八点半以后 我们也会跟他电话连线 同时也会 这个请民进党执政的议会党团的 总招林一锦一起来讨论 首先请锁定我们的频道了 我们先看看台南市政府的说法 好我们现在所请教的就是在电话线上的台南市的副市长 许玉典许副市长 许副市长您早 可可姐早安 好我们来看台南市议会 这个在26号的时候呢 召开了程序委员会进行预算编列 那议长呢 说明年度总预算举在59亿多元 恐怕会再留子孙 要求市府针对财政规划跟相关纪律 严格坚守 才是退回重新检释在送审 但是因为你们的这个预算是 这个的状况呢 这个是市政府有一定的规划 您跟我们做一下说明好吗 那这个郭信良被认为是要报仇 对于过去同党的徐黄伟哲呢 对议长选举这件事情呢 进行一次性的复仇大计 那到底真实情况如何 这个预算你们为什么会 编列有59亿的举债呢 是谢谢可可姐 其实呢举债呢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台南历任政府 它在争取各项重大建设的成果 在我们这一任的时候呢 都陆续开始在执行 那因为呢台南的这个自筹裁员呢 在五都之中呢 其实在六都之中其实是偏低的 所以呢很多建设呢 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向中央争取补助 希望能带给台南市民呢 更好的生活环境 只是呢这个中央建设 要在台南实现呢 我们其实呢自己要自筹呢 两成到三成的费用 这也是我们今年呢不得不举债的原因 那这些重大的建设呢 包括永康的徒书总管 赤坎文化园区的改造工程 案内堂场的这个影视基地 还有前瞻计划里面的治水道路新建 那这些呢大部分都是资本门 也就是说呢这些建设呢 都会留下硬体成果的 那么都会在台南市产生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硬体的建设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 举债59亿的部分呢 其实呢 说实话是这样子 我们去年 我们这个房屋税 应该是我们今年了 就房屋税我们被减了 就我们税路减少 房屋税23亿 然后呢 我们前瞻 刚我跟你说的那个前瞻计划 其实呢 我们自己市政府要配合 这个也要配合款嘛 大概有两到三 那个有30亿亿 那23亿加31亿 其实就是54亿了 那再加上 我们其实中央人力 今年对警销 警销的人事增加 我们警察增加100个 然后呢 消防人员增加 大概8.2亿 所以这样已经超过了 60几亿了 那还有呢 我们整个对于 中央早死化政策 那个要增列6.5亿 社会福利津贴 要增加8.4亿 然后劳工退休准备金 增加2.6亿 这些都是必须依法支出的 而且必须配合中央支出 这边加加总统 其实都大概都是70几亿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举债59亿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 其实都已经在编列 我们其实有很多 其他的认为说 可能相对可以慢慢做的 我们都把它移到后面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也让 让这个我们市民了解的 那其实台南是过去两年 是零举债 109年的 其实预算编列举债59亿呢 也是六都里面第二少的 空后点也很清楚嘛 就是台北会零举债 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建设的差不多 像高雄举债64亿 新北举债145亿 台中举债121亿 每一都都有举债啊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建设而举债 那我们台南当然也不能因为 十手零举债而失去建设的机会啊 所以呢 黄市长非常认真 他一上任之后呢 他就要求各局处要严守财政纪律 坚守要财政稳健 要永续发展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台南的债务比例 其实都在我们财政部的这个 轻务债务管理范围内 其实算是比较低的 这个部分也感谢空后点 让我有机会来跟市民说明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想知道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哈 你说因为今年的这个预算 在市政府两年零举债之后 今年有59亿的举债 然后呢 这个今年的109年呢 是这个明年嘛 会计年度的这个预算呢 是比过去增加了140亿嘛 按照这个你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59亿是要配合中央的 这个地方自筹款嘛 对不对 那可是许信良议长是说 比过去多了有140亿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所谓的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 他说这些重要计划是中央全额编列 然后说前瞻建设预算议会已经通过 那这个他说你们是这个市政府的网军 跟这个民进党的执政的党团呢 是这个乱骂人 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他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 你了解吗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郭信良这个议长 我想请副市长 因为我们8点半以后要请郭信良这个议长 跟林仪景总装跟我们一起来对话 那你要怎么样去回复郭信良这个议长的说法 他说府会沟通 这个不沟通 你们不去说明 然后只是发新闻稿发言 然后网军骂人 请你做一下回应好了 对谢谢寇后姐 其实市府对于议会的决议 跟议员的建议案都非常的重视 你们到底有没有去跟人家说明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其实都一直针对于这个 每一个建议我们都会入案追踪 但有些建议案它涉及到庞大的财政支出 因为财政资源有限 那我们整个市政我们就要去做整体的市政规划 要依照优先的顺序去编列预算 好像在这个109年的这个预算的这个筹编上面 虽然非常困难 但是我们也将议员建议的包括 增加农入改善经费要1亿2千万 他说要第二次的这个欧市的这个消防医要1500万 其实这支援压我们其实呢 这个太细节了 这个人副市长 我们先看这个郭信良说的 这个前瞻预算案已经送给议会通过了 那个是奠户款的部分 那个是奠户款的部分 那你们这59亿是哪一个这个 那个跟那个郭伟姐 我们其实这个 您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前瞻计划 那个是四配合款的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呢我们整个来讲 刚刚我刚刚讲的其实您提到那个我们143 岁出那个增加143亿那个原因 其实除了中央补助 中央补助我们74亿之外呢 中央补助这个是关于前瞻案子吗 还是什么案子 对对对就是前瞻案子啊 对对对对 那你说那个因为你的这个增加的这个预算的举债 还是因为是资本门的 所以不是这个债留子孙嘛 对不对 那你们这59多亿的内容 是属于前瞻案的部分 配合中央这个补助款的部分 对不对 其中一部分是 其中一部分 其中有多少钱呢 31亿 59亿里面有31亿 那其他的27亿呢 其他的27亿里面 我刚刚有跟您提到 就是说包括警销 警销的这些人事费 8.2亿 对然后那个配合少子的话有6.5亿 然后调整社会福利津贴有8.4亿 那这些都是平常的正常支出 为什么要用举债的方式 那以前难道市政府没有做 为什么以前的市政府可以 两年领预算呢 这个部分其实是这样子的 跟那个Col姐讲一下 其实呢我们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因为我刚有提到说 我们税入也减少了 因为财产税23亿 我们其实就税入就减少23亿 所以这个是一来一回的问题 所以你们的这个收入是减少了 这个房屋税啊什么的 那当时为什么要 当然这个就是你们自己要负责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收入增加方面 市政府有什么样的这个 开源的方式嘛 也就是说开源减少了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哦 跟Col姐讲一下 其实呢我们开源的部分 其实说实话 我们那个在109年 109年度的预算 除了中央补助之外 其实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 包括各项活动经济 我们都逐一检讨跟整并缩减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资本建设我们能够向中央补助 我们全部都向中央补助 所以我们几乎让每一分钱 都能够发挥最大的 我知道啦 这些我们都相信啦 我们只是希望在过程里面 因为你们被人家是这个 郭信良是直接的指明说 一通电话都没有打 那透过了这个新政府上任以来 陆续通过一百多亿元的 中央补助跟电付款 没有沟通 这种市长哪里有这么好当的 然后王瓦哲又说 不要打友军 那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市长 市长也有打电话 那我本身有打电话 可能那个副理长 打电话你没有到市议会的 议长办公室去啃求吗 我们本来有约了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依照法定时间 那个预算 那个后来呢 那个议长有取消 议长取消是你们取消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沟通上 是因为Kimoji的问题 过去选许议长的关系 那现在礼拜四 你们要再省预算吗 对不对 那在这一段时间 26号一直到今天30号 你们有跟议长办公室 或跟议长有在约见面讨论吗 跟那个 跟那个我们 跟 其实 其实议长要求的 之前跟我们要求的 那个 警销的这个 协情费用的部分 那个他本来很在意的 所以你也看到 其实 1500多万那个部分 那个市府对于 这个警销的部分 其实我们 有关警销协情的今天 我们其实 益销的办公会 每年都有编列 而且有益销 顾问的赞助费 那那个 我们其实今年 针对益销的消防医 就有 1500万 还有一个 那个 消防医 这是举债的部分吗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 说实话 我们其实 议长最在意的 这个警销的 那个协情费 这个部分 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有 每个月 编列1万7 然后威闲加几 也编列了 1亿5000多万元 那说实话 这个 协情费用 虽然不在预算里面 但是 我们其实台南市 有许多的 赞新人士担任 益销顾问 去长期都有赞助经验 基层 我们有问过 那个 我们消防局长 跟我们的 他说暂时不需要 然后也 其实我们未来 会视财政的状况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郭信良议长 是因为 有一些 他向要求 编辑预算的 没有编辑去 所以他才拿 这个做文章 举在做文章 来给你们麻烦 找你们 穿小鞋 就是我们在 警销这个部分 警销这个部分 他这钱很少啊 他在新闻上面 有特别提到 那这个部分 我就 有这个义务要回答 说其实我们都已经 有征询过 消防局 不必练进去 他说 他们认为说 其实那个 郭先生 你也知道吧 这个 这个义务 其实在每一个 大队里面 他们都有一些 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公司 他们都捐了 蛮多钱在里面 他们都长期 占出经费 所以呢 基层既然反映说 暂时不急需的话 那我们其实 因为要把财政 其实按照 这个轻重 我们要编列 所以我们就是说 未来我们如果 财政状况可以 我们再来 编进来 好啦那你们现在解决方案是什么 你们不会再把预算 这个重新 这个删减吗 对不对 还是要交过 交过去 你希望 24号 礼拜四以前 这个 议长能够在礼拜四 跟你们好好的审 拿原来的预算吗 是 那个跟 其实 市长很重视 依法行政 那我 我其实也是 陈大法律系的 特定教授 所以其实 我们一直觉得 就是说 在这一次 退预算的过程里面 说实话 因为程序委员会 其实按照 程序委员会的设置办法 跟 议事规则 程序委员会 是不能退预算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部分 其实 是非常明确的 那 那下一步 你们希望怎么做吗 我们其实呢 现在 根据 议长在程序委员会的说法 他是 将总预算退回去 重新检讨 退给谁啊 退回去给市府 重新检讨 那你们现在怎么办 那 因为呢 大概 当天 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段广告 我们今天广告 马上回来 是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许玉典呢 副市长台南市副市长在现场 我想 请教的是 到底这个退回 有没有法律依据吗 那 第二就是说 那你们希望这个 议会怎么做呢 那议长他 这个下一步 因为等会他跟我们连线 一起来讨论 你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 市长的 跟市府的要求 好吗 是 那个 我们其实 那个 整个 总预算案 其实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只能够审议程 跟刑事的要求 是否符合 不能退回 这个其实在 那个内政部也有函事 都很明确 所以说 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都一直认为 这个部分 在依法行政上面 其实当天 那个议长 其实在程序委员会 他说的说 是退回去 重新检讨 那么在下午呢 其实他 他有在跟其他的这个 记者联络上 他有说其实 他的意思不是要退回去 是要重新检讨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还在厘清 是不是 厘了那么多天 还没厘清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 可能要请议长这边 可能到 看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配合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沟通 你们之间都在台南 你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你们是有仇恨是吧 没有没有 我们那个市长都很有 我们基本上 我们市府跟议会 基本上都为了台南市的 城市发展的努力 是共同的目标 那可能在前晚这个目标上面 可能我们都认为 都可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市府跟议会 双方都要互相 你们有没有找蔡英文总统 去化解一下 因为郭信良不是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后援会吗 这个会长吗 这个部分 因为我是 我是比较专业的副市长 我是比较负责 依法行政的副市长 那这个部分可能 我不是很清楚 那他如果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告诉你是 今天又放假 那不是依法 不是退回 那到底是怎么说明 那礼拜四 如果礼拜四 你们希望是 程序委员会排上去 然后继续讨论预算 对不对 其实那个跟 柯侯姐讲一下 其实那个程序委员会 他其实如果要 退回总预算 可能也是要行文 所以说我们也是 你们还没收到公文 对对对 所以说不是退回 对对 所以说那如果不是退 我们就会继续 就表示说 这个总预算没有退 我们就继续 会进行我们 公文现在还没有来 所以礼拜四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还是一样 持续来跟这个议员这边 沟通跟我们当议长这边 来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尽可能会沟通的过程 也会尽量透明 让彼此的资讯往来 讨论更容易 那我想 结论是 结论是说 他说你们 今年超过1000多亿 多了那么多亿 有59亿负债 他有意见 然后当天说要退回 但是后来到现在 你们还没有收到 退回的公文 对不对 然后郭议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说他没有要退回 他只是这个 要你们检讨 那不是就没问题吗 看起来是这样子 什么看起来是这样 什么谢谢 那如果出事了又怎样呢 那议长办公室 是怎么回答的 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会依法来处理 就是我们基本上 会按照法律 计定的程序 然后来 来这个请求 这个议会来通过 我们的总议算 法律议定程序 什么时候一定要通过预算 这个部分在11月 应该在11月4号的时候 会整预算 那11月 因为现在目前 也还没有公文 对 本来是应该是 这个礼拜四要送到议会 那个是定期大会 那个是定期大会 我们已经送了 对啊 总议算已经送了 现在总议算是在议会里面 所以没有问题 对啊 如果议长没有退回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走下面的 那人家就是没有退回啊 跟你这个 骂你 然后 小心你们提醒他 他给你退回怎么办 没有没有 我们会很努力的来沟通 结果是虚化一招 没有没有 你们到底有没有沟通 因为议长每次都说 你们这个市长 没有那么好当 没有啦 没有 那个应该是误会 应该是误会 对对对 是误会哦 是你的误会 还是市长的误会 没有没有 是议长的误会 是议长的误会 其实都有持续在沟通 可是你们的议员 有人说这个市长部的执行长 说这个议长公然说谎 这个部分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 我就跟这个 呃呃呃 可可姐报告 我其实是呃 比较我是成大 成功大学 我知道你是依法处理 所以现在是说 你们不会 因为还没有退回公文 所以预算还是重新编排嘛 然后议长所要求的 一销啊 那些费用 你的意思是说 你问过相关人士 相关人士说是不要 不要编嘛 对不对 目前没有急需 目前没有急需 我们未来会 我们如果预算没有那么紧 我们就慢慢来考虑 好啦 议长他除了这个预算部分 他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呃目前在台面上 看不看 没有任何 没有看到啊 嗯 好 哎你自己觉得你 陷入政治风暴吗 你这个专业副市长 陷入政治风暴 有点倒霉吗 我就是好好帮市长 市长希望我好好 专心处理 依法行政这一块 我就是好好协助 是 那因为你们 就非常感谢 Coco姐的免疫 因为议长跟那个 民进党之间 有这种恩怨 你会觉得 做起事来很痛苦吗 不会啊 那个我们市长 跟民进党关系很好 就是我们 我讲的是那个议长 我讲的是 可是议长跟董党 董党走招不好啊 议长是被你们 议长是以前 你们市长 不要提名他做议长啊 他是复仇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呃目前 这个感觉的部分呢 呃比较属于私领域 所以我 我这个部分 我比较不是很清楚 我想这个部分 公领域你觉得呢 虎会关系 我们一定会来加强啦 非常感谢我们 Coco姐的关系 我都每天看你的节目呢 你要努力的 你要努力 你才是化解 虎会关系的人嘛 不是吗 你没有介入 所以 好 根本就还没有退回 到今天早上为止 没有退回 所以呢 议长说他没有退回 是事实嘛 对不对 目前我们还没看到公文 好 恭喜你 希望明天不要再出事 好 非常感谢你 Coco姐 谢谢 谢谢 许玉典副市长 结果弄了半天 呃 原来可能是一场 政治上的攻防嘛 我们呐 等一会儿马上回来咯 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我们来看看呢 台南市议会 到底议长郭信良 跟呢 市政府之间的攻防 究竟是如何 呃 现在我们请到了 早上都很忙了 这个 呃 好不容易 他们可以接电话了 好 第一位就是议长郭信良 议长早 好 咯咯姐早 听众朋友 大家早 好 接下来呢 是哈 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党团的总招 林一锦临议员 一锦早 咯咯姐早 大家听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昨天啊 刚刚我们其实跟 许玉典副市长 有连线了 那 呃 要请教一下 这个议长 要确定的是 呃 到底他们的 这个台南市议会的 预算 您是 有退回吗 是 你的要求 看到里面 也是说是没有啊 那礼拜四要开始 再开议会啊 大会 那你现在的 这个立场是怎样啊 那帮我们啊 全国说清楚 然后我们再请 一锦来回应 同时 台南市政府 应该也会听到 议长 呃 我知道 我知道嘛 那我们 109年 要编入 预算的时候 那 上一次在 临时会和定期会 分别两次 汉府会联络的人呢 包括那个 许玉典副市长 嗯 还有王秘书长 嗯 还有主机市长 我也担门 给他说了两次 嗯 还有在市场 有偶尔见面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了两次 嗯 那他说呢 那整个的 啊 包括这段期间的 临时会啦 定期会 所中央的补助款 嗯 那台南市议会 都通过了 嗯 而且都快速的通过 嗯 没有对任何市政府 比以往 更快速的进行 整个议事的检查 那我说 那今年你要编的预算 那至少要来说明一下说我今年的啊 的施政的方向 嗯 只要呢 是治水啦 或是教育啦 或是弱势啦 嗯 那你要说明一下 让我也好 这个做议长的话 刚刚五党指向国民党的说明 嗯 他们也分别给我说好 嗯 那结果呢 预算书都没有经过大家 啊 在讨论或是他事件中的 送进来议会 哇 结果的预算 编了一千零五亿 打破了 临往的记录 而且要举在五十九亿啦 那当然这个 这个没有尽所原则之下 那当然我就说 希望他们回去 检讨一下 再送进来 你的意思是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他们在把预算书 送进来之前 有没有跟你联系 你说他12月25号 从来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然后可是市长 不是没有打通电话 是没有主动 都是我找他 都是你找他 书一打 书五才回 也就是说今天打 明天回 早上打 晚上回 都是我主动打 从来市长没有 主动打过一通电话 给我到路边 好 你的这个 那副市长呢 徐玉典呢 议长 徐玉典有跟你联系吗 哦 几一点都是 我在找他 你这意思就是说 市政府都不好好 跟你沟通啊 对对对 第一点 第二点 好第二就是说 你没有要 你是要检讨 你没有说要退回 这个预算吗 对不对 哦没有没有 我是在 我不是怕因为 有时候在主持会 有一些口误 那我还特别用新闻稿 向外界澄清 那我是希望他回去检讨 说明了以后 再重新送议会 我在召开审议 可是人家说 你说谎你明明在现场 有时候要退回 哦这个这个哦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口误 但是我怕一些口误 所以我用新闻稿 特别的澄清 所以你的意思 那我可以问你 就是你当时口误 现在你改变立场了 那你就没有要退回预算 哦这个没有 本来就没有退回预算 本来就没有哦 本来就没有 这个一直要退回预算 你要检讨 要检讨哪些部分啊 然后那个 他为什么今年要举债59亿 他刚才已经说了 对 刚才许一连有说啦 是因为要配合前赚预算嘛 然后要配合那个 因为开源嘛 因为有些收入减少嘛 那所以 那他又说105亿 那是因为你现在 中央的益柱啊 加上有建设嘛 对 我想你那么聪明 应该也知道啦 我最后再请教你 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啦 议长 我问你啊 你怎么会去参加 当小英的后援会的总会长 然后现在又来背个人家 民进党执政的预算 那人家就 那个 黄伟哲 说你打自己 打自己 不要这样 好 如果再利用我的时候 就是友军嘛 没有利用我的时候 就打我嘛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利用你啦 那我跟你讲啦 那从今年 开始我当议长以后 所有的预算 包括临时会 定期会 中央的补助款 有没有比以往快速 所以你觉得你被利用了 那那个 多过了一百多亿耶 一百多亿 我专了21年的议员 三届的副委长 轻重反击 我非常的轻 那所以人家是觉得 你觉得那个高雄市政 台南市政府 这个现在说你不要打友军 是因为没有要利用你吗 没有啊 他们要选举啊 那你是 他们又认为你是自己人啦 你是小英后援会总会长 那如果是自己人 为什么连来沟通都不要 只是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 来来拜托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问你啊 议长 你们是不是仇恨未消啊 没有办法发解啊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这是双外面尊重的问题 我已经表明立场 我有跟他讲 从来没有 议长 我真的也访问过你 我了解你的心格 我最后一句问你啊 蔡英文总统 如果选择赖清德 做他副总统你会反对 你会继续做 后援会的会长吗 嗯 现在 前天那个 党庆的时候 党主席说讲的啊 他要找一些老朋友啊 然后他叫的朋友 来支持台湾 支持小英啊 所以你愿意加入台湾 那个 回到民进党啊 没有 他是找一些老朋友 老朋友 找一些亲朋友 来支持台湾 支持小英 党主席都会通讲的嘛 那是蔡赖配你也可以接受啊 蔡赖配 应该如果没有什么 正书议题的话 还有正书全国的话 哪有什么 所以你还是 决定的又不是我可以决定啊 好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蔡赖配 你也会继续做小英后援会会长 你不要笑着这样子好不好 那么尴尬 应该讲的 我已经讲了嘛 你过后援会 全国后援会 我看我最快的时间 就给他整军完成了啊 人家说你成立后援会 人家说你成立后援会 小英身边的什么 红耀福房成果 这些人叫你出面 然后去叫赖金德生计 不要参加蔡赖配的 这样全模的问题的话 那就表示说 那金德柳不要支持台湾 那不要支持小英咯 那是不是有进出全国 如果这样解读的话 OK好 你讲得很好 那解读到先讲了啦 好啦 金德柳另有所图吗 好啦 对不对 如果这样解读 你讲的话是公开的 是那个广播嘛 对不对 有存记录 对啊 我是国家成心的 对啊 好我们接下来 你不要挂上电话 我们请听听看 那宜景怎么说 宜景 林宜景小姐 我问你啦 到底现在这个预算 是退回还是检讨啦 因为那天议长 在程序文会的时候 议长是有说退回两个字啦 那现在已经说口误了 你们干嘛 还在那边剪拔弩张 如果说是口误的话 那当然这是好事啦 你就谢谢议长嘛 你们干嘛 老是这样沟通不良啦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当天议长 确实是有讲退回 可是如果议长现在 对对对 那这样子好事 就是说 因为我那天 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就是说 因为陈序文会 没有退回 时间的关系 预算的权力 宜景现在确定 没有退回嘛 议长都已经公开受罚 那你们就谢谢他 大家就一起来讨论 然后去督促市长 去跟他主动沟通 不就得了吗 人家议长说 龙喜利 以卡电为 和这个黄市长 黄市长都被动 这个回电话 你们不能够 把关系弄好一点吗 我觉得伟责市长 这个就是很公道的话 我说你不能够讲 其实应该是算 很柔软的人 好啦 宜景 公开你们 你们 那也是一定 东人东人 所以我觉得伟责市长 他对于这个 郭议长 其实 我我我 我身边观察 是很尊重 而且也算 毕恭毕敬啊 就主动到办公室 去拜访一下 不就得了 要不然就请药服 打通电话嘛 哎呦 我在旁边看 觉得你们这些人 我不知道问题 出在哪啦 好 现在议长 你说清楚啦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接下来蔡赖培 人家议长嘛 公开说 大家都会到台湾 请问你啦 你的赖神到底 要不要蔡赖培 他去美国 是蔡总统 叫他去的吗 当然 这个 他们两个 如何沟通 我确实是不清楚 也没有听 那个 那个 呃 赖员长讲 那不过 后来讲回来 是如果按照 按照现在 这个媒体这样报道 其实都是 往好的方向前进 对呀 对呀 那那个 其实我们中南部 特别是我们 就说现在 我是立委候选人 其实我们 中南部立委候选人 都非常非常的希望 那个 赖青的 可以跟小英搭配 或者是说 可以赞到 对 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 不是 宜景讲的 说的这样 你说不是全中南部 不是哦 人家的话 你今天 那院长要 我是不是我的意见 我自己的官网 那我来议长 你自己的官网 要不住大家 好好 议长 你先让宜景说完 这个 我们其实只剩一分多钟 宜景 你的意思是 有部分的 这个人 那可能 郭议长看到 是不同 但是如果 真的蔡赖配 那这个 你也希望 议长他们 后援会 能够帮忙 支持吗 对不对 对呀 大家分清合集 就是说 对于 对于小英 一定是要 寻求极大化 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你们跟后援会 之间的关系 会有那种感觉 说是 后援会是去 去让赖青德 生气的感觉的吗 没有啊 很多那个你们的政治人物 说赖青德 又不是这种 小丽小丽小丽巴气的 这个政治人物 对啦 不会啦 我觉得那个 因为就是分禁合集的概念 你们两个人还有丑吗 林一锦 你们新潮流跟郭信良 议长之间 不能和解一下 没有什么丑的问题 当然是就事论事 他说你们网军骂人 你新潮流派脱网军骂人 哪有 没有 新潮流 新潮流什么时候有网军啊 好啦 我觉得应该是蔡 哎哎哎 议长 那蔡总统哪天找你们大家一起见个面 应该是比较好的吧 这个市长啊 市议长啊 党团总招 你的意思吗 议长 你要怎么说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议长你们跟新潮流 跟市长 跟小英见个面 不就得了吗 好啊 我乐观其成啊 哦 好 感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 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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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